今天要给您说说关于拖 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不少都见识过 遭遇过拖 卖衣服有衣拖 卖鞋的有鞋拖 到医院看病还有衣拖 其实拖这种现象早在解放前就有了 只不过现在这种类比以前要多了去了 而且还在不断的有新拖出现 现在又新生出来一个酒拖 这酒拖怎么拖 恐怕您还不太了解 今天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这酒拖是怎么回事 以及它的内幕 来避免您以后会上当受骗 最近成都锦江区关于拖获了一起酒拖案 这个诈骗藏伙 无论从规模 结构 还是作案手法上 都让办的民警感到很疑惑 我感到听词 不用咱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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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咱我 在这几间摆满了电脑的房间里 现场抓获了年轻男女数十年 以及交易的酒拖 但是这些被抓获的年轻男女并不是酒拖 他们只是负责在网络之上 与男性顾客聊天的工作人员 而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工作的机房 下场 als of Ini 在这家吧 是 在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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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那家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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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 在这 你 你 你 这 射几盆了 你看 射几盆了 射几盆了 怎么办 射几盆了 你看别 射几盆了 当民警进入这家名叫资格的咖啡店时 店内正有几对男女在交谈 这些衣着暴露的女孩子 看到警察并不紧张 似乎知道要发生这一步 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 与女孩子们交谈甚欢的几位男子 则显得很茫然 压根就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民警进入这家咖啡店仔细观察之后发现 所有的男性顾客的旁边 都有一到两名的女孩陪伴着 桌子上摆满了水果饮料和红酒 整个咖啡店里 女孩子的人数明显居多 除了机房和咖啡馆 民警在同一时间段 还对位于满江路上的一伙男子 展开了抓捕行动 在8月5号的整个抓捕行动中 警方在现场一共抓了57个犯罪监人 一共包括这个酒坡 在机房里负责和男性顾客聊天的工作人员 他们被称为剑盘手 此外还有这个维持秩序的打手 这次行动中 资格咖啡馆的老板黄永强落网了 咖啡馆的另外一名股东 傅宝梁却跑了 这个咖啡馆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 然后从6月份到现场 我们通过查证的话 目前就是说 事件经过是10多元 但我们通话掌握不上翻译 你这个情面是比较取大的 就是应该是积水 据警方介绍 之所以这个案件成为 近年来同类案件中破获的最大一级 不仅仅因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数目多 而且还因为资格咖啡馆的老板黄永强 这个人数非常不简单 他是目前成都市场上 涉嫌利用酒托诈骗的最大幕后老板 黄永强这个人 应该说他们为首例黄永强 他们经营的在成都市 经营的这种类似的 就是酒托诈骗的咖啡馆酒吧 很多 在午后去我们看了 有两家 青江去的也有两家 青江去的也有两家 包括原来报道的一些酒吧 都是随他看的 用托的手法进行诈骗 这都快发展成一种产业了 你说真是人才 尤其黄永强提起他曾经开设的那些酒吧 什么咖啡馆来 在当地都是赫赫有名的 在不久前 记者就曾经亲身历险到位于高升桥的一家咖啡馆9号站台 去体验了一下被托的感觉 那个咖啡馆就是黄永强开的 2009年8月15号 记者在高升桥南街9号站台咖啡店门口 遇见了这两位男子 他们都是刚刚和两位美女 在这家咖啡店消费之后出来的 明明知道自己吃了亏被骗了 可是他们却不用抱着 记者决定和这些人正面接触一下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QQ号码 随后记者和一个网名叫新鲜的女孩 叛谈了起来 在聊天中 这个女孩有意无意识地透露 自己最近心情不好 很想找个人陪陪 下午2点30分 记者来到高升桥的南街 守候在九高山台咖啡店的门口 而另一名记者则负责和网名叫新鲜的女孩的见面 果然没过多久 有两个女孩从咖啡店里走了出来 进入咖啡店后 两个女孩子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这时记者发现 眼前这个女孩和之前在QQ上 发来照片的那个女孩并非是同一个人 跟你给我发的照片能不一样呢 那不一样反正是觉得在变 还是我赐给你多当那一堂 那你给我发的照片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是不是发的别人的照片 你是不是发的别人的照片 昨天就刚给我发的 昨天就刚给我发的 对啊我自己发的 发的有咖啡 然后还有茶 还有奶茶 哇子吗 还冰水 冰激凌没有 这话这 小哥 你们你们点你们啊 你先点 我说这片东西好贵啊 我故意说了一句 我说价格太贵了 我说能不能换个其他地方 他们就以各种 说哎呀你这点都行不起啊 什么什么 而故意来积降你 超市有沙发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要不要超市里去吗 超市里去 那我问你超市里能够沙发过去吧 不用啊超市有沙发呀 如果这种情况呢 很多男士呢就觉得 嗯 不好意思啊 或者是觉得怕丢面子啊 就不好意思再拒绝 那你公文要一个奶奶红酒 红酒啊 衡妻的话我去jähr 我问你你又不晓得你要话是吗 那 Antadê 这个天喝酒有点热哈 还高润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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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 要喝啥酒吗 嗤酒吗 啤酒吗 confessed 放嘛放呢放 分享我ividade 那個 你就kte 很快 两个女孩非常熟练的叫来了果盘 坚果 饮料 还有红酒 你点红酒了 你点红酒了 我说夏天太热了 喝红酒 那就家庭品牌了 拿着冰果了 那么热 喝什么红酒 天经时间比较高兴吗 我喝水吧 喝水吧 我不喝酒 我不喝酒 没吗 我不想喝 你们喝吗 你洗一次要绷紧一下 我一不喝酒 二不点东西吃 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 我不吃不喝 看他们最后 结证的时候 他们拿什么来对付我 大雷公 银人 大宝好 最贵的大宝好 从南卫买一下单 一包花费1102 那么贵啊 对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生活人才能打 1102元 听到这个数字记者也吓了一跳 而此时那两个女孩子还假装非常好意的 对服务员说 希望能够给打个折 哪里去买一下单 我身上没单那么多钱 只有几十块钱 你不要扫卡 扫卡 扫卡 扫卡嘛 不好意思啊 我们又不能下卡 但前面有银行 我可以带你去 我跟你一起去吧 嗯 好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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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来 干嘛 尽管记者是想了各种办法 不愿进咖啡店 可最终还是进去了 并且在两位美女的帮助之下 消费了1000多块钱 现在又被两位美女和服务生是强拉硬拽着去银行取钱 那么接下来到了银行 这记者又该如何应付呢 他能否成功脱身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记者在两位女孩和一名服务生的带领之下 走出了9号站台卡位 100米之外就有一家银行 到了银行记者故意无奈的说 钱包里没有银行卡 取不了钱 一听这话 两位红颜顿时发怒了 尽管大街上是人来人晚 可两个女孩子丝毫没有顾虑 坚持让记者掏钱才能走人 看似情景 记者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你现在要掏钱吗 我现在要掏钱 那你今天先给一下吗 改天我请你 我请你嘛 请我假账 我希望你请你 那我也那么不认识你呢 我也没喊你请过 我跟她的事关我啊 看到这女孩的态度越来越蛮横 记者索性也强硬的说 谁吃的东西谁付钱 随后女孩子开始拨打电话 记者听到她只说了一句 我们在银行 她不给钱 此时记者立刻反应过来 他们不是在报警 而是在喊帮手 见此情景 记者立即主动拨打了110 一看记者真的打了报警电话 两个女孩子的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 说这一千多块钱 他们愿意支付 大约五分钟之后 巡警赶到了现场 但此时两个女孩和服务员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另外一名拍摄的记者 看到那两名女孩子并没有走多远 而是重新回到了9号站台咖啡店 110的巡警刚走 记者正准备上车离开时 突然发现身后有一位男子在跟踪 但是就在我坐上车不到五分钟呢 就接到了一个136打来的电话 你说究竟是什么让这些酒托大行其道肆无忌惮呢 难道真的就拿他们没辙 这在后来采访中民警告读记者 酒托之所以难以打击 一方面是由于受害人碍于面子 忍气吞声 不愿报警 另一方面 调查酒吧和美女酒托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取证难度相当大 那么这次成都警方通过这次行动又能为我们揭示出怎样一个酒托女键盘手酒吧咖啡馆老板之间的利益链条呢 落网之后 这些酒托女又会供出哪些运作的秘密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问您解密 您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这个成都警方在8月5号的行动中啊一共抓获了以犯罪嫌人黄永强为首的酒托团伙共57名成员 创了历年来类似案件的新高可以说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个团伙 那么这伙犯罪嫌人又是怎样操作和进行利益分配的呢 据警方介绍一直以来侦破此类案件的确存在着取证难的问题 无法固定酒托女和酒吧咖啡店老板的利益关系 在侦查这类案件时 他们发现犯罪嫌人利用酒托行验的方法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着 这个团伙来它形成了一个管理城市相当的精密 对每个人员它都有相对的规律的 就像一个公司养还有各个部门的一种相对的经历啊忠诚干部 然后下面下市的各种员工夫 每个人复杂的都分工的相当的 在以前 酒托女多为自己上网聊天 与客人见面之后 再把男性客人带到相应场所 而现在他们操作手法则是 聊天由专门的键托女负责 这些人通常以女性的必须出现 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网上取得猎物 一旦目标要求见面 键托手就将对方的信息用网络 传给在咖啡店等候的酒托女 将客人带到咖啡店里进行消费 还有一批人则充当了大手 对诈骗过程全程进行监视 如果被害人起义发生争执时 打手们则对他们进行威胁 甚至是殴打 交易成功后 咖啡店再将消费金额等信息 回传给键托手进行提成 咖啡店在诈骗中经约的百分之三十 基本的经历就是中程干部 要提百分之七十 在这种百分之七十当中 他要拿出百分之二十个酒托女 也是中经约的 百分之二十个酒托女 百分之四给键托手 另外他持续省下的杯子 在整个的关系网中 键托手酒托女和打手组成了一个体系 老板黄永强和傅宝梁则处于最顶端 操控了这一切 他们既是咖啡店的老板 也是机房老板 团伙成员除了分工名系外 还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 团伙的男成员上班时间是中午十二点 女成员是下午一点 上班如果晚到二十分钟 视为迟到 提前二十分钟离开 是为早退 迟到早退三个小时以上 这按矿工处理 会被处于200元的罚款 键盘手是我们第一次 应该是第一次提出来 但是在全国应该不是第一次 整个九岛团伙的诈骗人员 是比较齐全的 也是手里 在此次抓捕的键盘手中 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这些人在网络上全都冒出女性 他们每天在早日四处聊天 将一个个期待网络艳遇的人 拉入他们设计好的陷阱里 眼前这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她的名叫小和 今年刚二十岁 她也是一名键盘手 虽然已经进了监狱了 可她仍然坚持认为 自己做的这些事没有什么错 你觉不觉是一种信片的过程 你觉不觉是一种自己工作的形式 我觉不觉 你觉不觉是一种小肥 然后你买单狗就通天 随便都是冒吃饭的 那冒充女孩跟他聊天那种 你觉是不是欺骗 小和的态度是避重就轻 回避问题 也透露出她这个年龄 本不应该有的心思和成福来 而今年才十六岁的九托女小美 则比较单纯 显得不经实事 非常没想过 反正好过这么严重 反正都是相当事 反正舒暂一两个月时间 然后说那就不错了 假如碰到K人 等你喜欢你 因为你的嫂子 你咋办 等于情况遇到没有 没有 从来没遇到 我没遇到 我们是 比如说我们结员一个K人之后 我们是不那么好K人 因为不过联系 我们结员一个之后 都必须把它电话好 我们应该的情绪全都烦了 小美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在九托女里边 已经当上了小组长 正是这些年龄不大的女孩子 在老板的蛊惑之下 一个个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小美告诉我们 在上岗之前 她们都是接受过培训的 客人如果消费不多 就必须要快速解决 不能为了消费一两百元的客人 在店里耗上四十分钟以上 平日里她们还要学习怎么包装自己 打扮自己 闲时还要看相关的杂志 来提高自身修养 买单的时候 如果客人钱不够 可以假装自己去刷卡 这个时候 咖啡店里的服务员会说 你的卡消辞了 这让客人会增加对你的好感 放松了戒备 小美说 酒托女的月收入 一般在六七千块到一万元左右 而诈骗来的非法利润 大部分都被老板打走 一瓶酒如果成本在两百块左右的 然后卖可能卖到 大概七百多八百的样子 就勾兑过的就是 不是整瓶的 是差不多半瓶酒 然后给她加雪碧 或者是可罗斯塔水之类的 然后价格还是一样的 警方查明 资格咖啡店从六月开业到八月被查处 短短两个月里 营业额就高达五十多万元 这其中的暴力 相信身为咖啡店的经理 黄某是最为清楚了 黄某是黑龙江人 虽然来成都时间不长 但一直都在跟着黄永强行骗 深得黄的信任 被任命为了经理 她先后在黄永强开设的九号站台 雅典娜 深度咖啡馆 做过这个酒托和管理 黄某说 以前正是由于警方的取证困难 所以老板才有恃无恐 一直给他们说 不会出事了 没想到干这事最终还是灾了 在看中所里 我们见到了资格咖啡馆的老板黄永强 面对犯罪的事实 但是黄永强还是嘴硬装糊涂 拒不承认 并把责任都推给了逃跑的合伙人傅宝梁 这人也算是屡教不改的老游子了 几年前 黄永强就曾因为伤害罪是锅铛入狱 出来后没有选择好好生活 而是疯狂的利用这些美女们实施诈骗 这案件侦破前 就是因为有一个台湾客人 在他的小店里消费被骗了 后来报了警 这才引起警方对他的关注 警方了解到 正是黄永强的合伙人傅宝梁 把键盘手专制聊天和工资化的运作 以逃避警方打击的方式带到了成都 而傅宝梁也因为同类案件被深圳警方网上追逃 黄永强共认一个咖啡馆或者是酒吧会由多个机房为他服务 有的采取机房外包的方式 有的则自己建立机房 据警方介绍 目前成都绝大部分的酒托诈骗场所 都与黄永强和傅宝梁这两个人有关系 针对这种不断变化的诈骗方式 全国各地警方也是加强了联动 加大了打击力度 9月9号 团伙中的另外一名头目 就那位跑落的傅宝梁被成都警方给抓获了 虽然成都诈骗团伙被彻底捣毁了 但我相信在全国其他地方很可能还有类似的团伙在干着类似的违法勾当 其实这几年酒托诈骗事件之所以会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 除了犯罪分子狡猾手段隐蔽之外 我想更多的就是一些受害者 自己首先就动机不纯 期待着能够碰上网络艳遇 结果被人给骗了 俗话说 或者苍蝇布丁无缝的袋 防止被九朵欺骗 我想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洁身自豪